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伤肾最狠的六种食物,很多人每天都吃 吃的还不少,越吃胜越狂 别再贪吃,毁了健康 有新闻说,有两个人因为吃了羊桃后 被厦门的某医院收治 其中一个仅仅只是吃了半个羊桃就昏迷 休克了一周 估计这个新闻当时出来的时候,吓到了不少的肾友 然后会更加的注意生活中的饮食 不能吃的绝对不碰 高钾,高蛋白,高盐食物都不碰 但我想说,这大可不必 除了羊桃这种肾友绝对不能碰的东西 其他的没有什么食物是完全不能吃的 主要是看量的多少 但问题是,如果但凡有一点点对肾不好的就不吃 那说实话就没有多少东西能够吃了 而吃是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之一 长期的吃的不开心,人也会抑郁的 对肾友还有肾功能较差的朋友 只要下面说到的这几种食物尽量的别碰就可以了 一,羊桃 肾友一定不要碰这个水果 因为羊桃里含有的神经毒素 对肾脏而言是有毒性的 正常人吃一个还好 如果是肾功能已经受损的朋友 吃一个就可能很危险了 因为一旦的摄入过量 毒素就会在体内堆积 对于肾脏造成的二次伤害 但是这个很容易过量 所以最好别吃 真爱生命远离羊桃 这是我对肾友们的忠告 况且这种水果在大部分的省份都不常见 超市也不卖 没必要故意去挑这种水果来吃 二,动物内脏 比如腰脂肝脏等 因为动物内脏中含有丰富的飘铃和胆固醇 飘铃代谢产生的尿酸 大部分需要通过肾脏来排泄掉 吃多了无疑是给肾脏加重负担 而胆固醇过高时 对血管、大脑、心脏也有危害 所以最好少吃 三,海鲜、浓汤、老汤等的高飘铃的食物 道理跟二是一样的 也是少吃 四,菠菜、线菜等高草酸的食物 农茶、菠菜、线菜等里面的草酸含量较高 如果短时间内摄入大量的草酸 容易在体内形成草酸结晶 有可能会堵塞肾小管 需要被代谢掉的毒素 无法及时地排除到体外 而在肾脏堆积 最终又造成了脊肝身高 出现了急性肾损伤 草酸高的食物建议吃之前要焯水 这也不可吃太多 且不要喝农茶 五,运动型饮料 功能性的运动型饮料里面富含甲钠、钙、钙、煤等的电解质 正常人运动出汗后喝没有事 但是肾酉不行 这些电解质需要通过了肾脏代谢排出 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 尤其是中老年人 所以出汗多喝水就行了 六,酒类 饮酒过多可能会诱发高尿酸血症等问题 而啤酒还有一定的快速力量的作用 容易让人在短时间内脱水 那就更容易的出现肾结石了 肾友们夏天别总是跟好友们出去弄窜 火锅 咕噜咕噜的灌啤酒 要喜欢上喝水 当然还有高甲的食物 高蛋白食物我就不说了 因为如果这些也严格注意的话 那能吃的真的没有多少东西了 只能说是控制别多吃 增加食物种类就行 如果是严重的肾功能异常的话 就要遵于主 终于有句话说得好 肾病三分靠治疗 七分靠保养 所以生活中的肾友的治虑非常的关键 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这才是保持肾功能的长久稳定的关键 对肾病的恢复也更好 一 任何事情不要过度 比如不要过度劳累 剧烈运动 长时间躺在床上或者坐着等等 要适量的有氧运动 二 不熬夜 每天至少七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三 不吃对身体刺激性大的食物 生冷 辛辣 腌制的 太甜的 深加工食物等等 四 不要憋尿 健康第一 不管有多重要的事 有尿意就先放下 先上厕所 五 保持情绪的稳定 肾病不是治不好的绝症 不应该自己给自己制造了焦虑 好好地保养 寿命跟正常人是一样的 三 六种对肾脏有益的食物 肾脏是人体的重要的排毒器官 对维持体内的环境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选择正确的食物可以有效地减轻肾脏的负担 促进肾脏的健康 这些食物之所以对肾脏有益 是因为它们富含了丰富的营养物质 如蛋白质 维生素 矿物质等 有助于修复肾脏细胞 增强肾脏的功能 一 鱼肉 保护肾功能 延缓肾衰竭 辅助降低蛋白质 高血质 保护心脑血管 降低发病风险 促进智力以及眼睛的发育 改善肌力 这种极多种溢出于一身的食物 它就是鱼肉 鱼肉的脂肪以不饱和脂肪为主 主要是DHA和EPA 有强大的抗炎的作用 对肾脑来说 多项的研究证实 多吃鱼肉 尤其是用鱼肉来代替红肉 以及其加工肉 可辅助降低蛋白尿 延缓肾病的进展 保护肾功能 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发病风险 调节血脂等 但有带鱼 大黄花鱼 霸鱼 鲤鱼 属于鱼类种类中 相对钾 漂亮含量较高的 反复的高血钾 高尿酸或者通风的肾酉 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 减少或者是避免食用 对鱼肉 建议肾友们每周吃两次的鱼肉 每次一到二两 首选是清蒸煮汤 减少油炸红烧等的烹饪的方式 二 卷心菜 卷心菜不仅美味 便宜 更重要的是 它富含对肾脏和消化系统有益的营养成分 有绿色 紫色卷心菜 大白菜 绿芽 甘蓝 圆白菜等 在卷心菜中 你可以得到钙维生素C 维生素B6和叶酸等的营养 这些绿叶蔬菜有助于维持健康的红细胞的产生 这对于患有肾问题的人来说非常的重要 三 秋葵 补肾脏的首选的食物就是秋葵 秋葵具有很强的补肾作用 这在蔬菜中不同寻常 秋葵经常食用可以帮助消化增强体质 保护肝肾 变味整强 秋葵中含有的粘液 阿拉伯聚糖 半乳聚糖 蛋白质等 尝试能够帮助消化增强体力 保护肝脏 秋葵还含有特殊的药效成分 可以强盛补削 起到养肾的作用 四 浆果 这些美味的浆果 如蔓液莓 蓝莓 副盆子 营养丰富富含多种的维生素 它们是抗氧化植物营养素的重要的来源 可以减少体内的炎症 并有助于防止细胞损伤 从而有助于肾脏来健康 五 黄瓜 黄瓜对于患有肾病的人来说 可以作为一个健康的零食 黄瓜所含的黄瓜酸能够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 有助于肾脏排除泌尿系统的毒素 黄瓜还含有73种不同的分类化合物 黄瓜还含有十字花科蔬菜中的某些的植物营养素 也含有大量的水分 六 姜黄素 姜黄素不仅可以保护 还可以潜在地改善已有的肾脏的损伤 得益于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抗氧化的能力 好了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希望本期的视频内容能给您带来帮助 最后也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